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当年新党成立的时候 但是这个医生雷不一定在讲新党 而是我们看到了那种隆隆闪电 觉得就好像春天该有的那个精子 那个氛围就要出来了 这个要表示什么 表示要变天了 各位朋友变天了 今天5月19号 明天是蔡英文执政七周年 那各位 只问你一句话 这七年你够得比过去好吗 今天上午 有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叫江启成 他们 因为江启成是个比较正派的人 他叫启师明本 他这个基金会叫启师明本 那他们做了调查 最简单的 青年的房屋 这一题啊 这几天炒热嘛 对不对 赖清德想骗年轻的选票 跑去政治大学跟学生那个 学生问他房价 他说你们没有觉得房价最近在降价吗 他当然大家就 不以为难啊 房价在降价 你讲的是有些 但房价本来就买不起来房价 是不是 因为那是利率的问题啊 可是全台湾哪个地方在降价 全世界 大家把利率调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讲到房价 今天启师明本 有多少人 非常的不满呢 71.5啊 说民进党的基住争议 根本是开玩笑嘛 民进党过去 打马鞍酒时代的时候 天天打他基住不争议嘛 对不对 天天打基住不争议啊 然后报纸最容易出现的题目 电视台最容易出现题目 不吃不喝 三十年 才能够买一间房子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讲 啊现在呢 蔡英文执政七年 台北新北 房屋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涨了25% 基住有正义吗 现在所有东西都贵了 很多东西 即使贵都买不到啊 这是大家这些年来 排队的经验 对不对 这七年来你够了比过去好吗 各位自己猛心自问啊 你现在 哪一样东西没有比到贵啊 而且这个贵就贵不回来了 很多东西都变小了 你吃了包子水饺 葱油饼什么都变小了 他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葬你价 他就把东西缩小 没办法啊 我讲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啊 今天我们看到民进党 他会讲说 哎呀这不好是因为三年疫情 好疫情才要跟你算总账 你怎么去阻挡疫苗啊 我的朋友郭正亮 民进党 他过去当政策会主委 今天宣布退党 因为他常跟我们在上节目 我们会提到 他实在 他说 今天有记者 因为他声明退党啊 他说因为 有人去捡取杀 说他批评民进党 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他干脆主动退了 金子不出二言嘛 对不对 道不同不相为谋嘛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是一个垃圾出身党嘛 等一下我有个来宾会来 叫习巧心啊 那他来谈 当然不一定谈政治 但习巧心不谈政治要谈什么 没关系 等一下 大家听他怎么讲 那我告诉各位朋友 郭正亮讲 他说我 为什么这么 现在对民进党这么反感 因为最近的资料都显现了 从过去就显现了 去年选举就显现 这一次的资料更显现 因为他看到了一些文件 民进党要用台湾是独立国家 来跟德国买BMT 害这件事情告吹 你在完全在玩政治嘛 所以我郭正亮跟你 民进党 跟你结交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阻挡疫苗 阻挡疫苗 人神共愤 你看人一直在死亡 在死亡 我们正整个疫情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口罩疫苗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你没有确诊 还要筛记 哪一样不排队 那疫苗是里面最大最佳的保证 你打了疫苗 90%以上 你不会确诊 这个是一个防护医啊 金钟罩啊 结果民进党去阻挡疫苗 是什么意思 因为民进党要保护高端啊 你们这些人都在送疫苗 你在搞什么东西 郭台银 正元法师 台积电 每个人各送500万剂 那1500万剂 我们高端就没有人买啊 各位就这样 所以他阻挡 给高端很好的价格 然后一直 一直到今天为止 蔡英文七周年了 高端还没有获得 全世界任何国家的认证啊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认证高端 日本人说打高端 进来还要补打 不行 日本不是跟民党最好吗 是不是 你们一路都在骗嘛 骗那么多钱 而且骗那么多人的生命啊 这个就是让人家发指啊 我昨天跟郭正亮在同一台 他没有跟我讲 他今天要退党 但我看他表情很轻松啊 他坐我旁边 因为郭正亮跟我同一天生日 我们两个有时候都互相 互相开玩笑 同一天生日啊 那 你有时候 你都讲 那他这几年本来就在批评民进党 没有错啊 因为我跟他认识很久啊 他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那当然他有不错的素养 可是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民进党越执政 很多人越防感 尤其过去跟他们亲近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讲再也讲的都是理念 一个憧憬 一个梦想 大家觉得 这个不错啊 可是等他一执政 过去讲马政府没有基督正义 民进党基督正义做七年在哪里 七十一点五不凡 对不对 过去柯文哲2014年跟民进党合作 哎呀我 我上了我要盖 五万户 我八年一定要盖五万户 结果柯文哲 我那时候就开骂 民进党跟柯文哲的爪牙就开始围剿我 直到柯文哲执政七年了 到市议会被西洪廷被 被那个 有所谓这些议员执行 他承认啊 我八年喔 最多就是一万八千多户 讲真话啦 柯文哲是 大家都要讲 记住正义是要干嘛 要年轻选票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要年轻选票 结果最后都一路骗啊 不是吗 天天骗啊 骗到最后 年轻人说 哎啊我们被骗了 我们支持民进党 我们有盲狗干 结果呢 上战场是我们 各位是不是这样 你执政过 你就知道哪些人是真是假 没有执政 他可以讲的天花乱坠嘛 柯文哲执政了八年 有哪一样事情做到 有哪一个政见做到 没有 这每天在吹牛啊 对不对 我每天都去内湖录影啊 我跟郭正亮都 每天都在内湖啊 柯文哲说 内湖交通怎么查 换个市长 就解决了 结果等他做了七年 市议会 问他 那你内湖交通比过去更烂 没有错 我可以作证啊 内湖交通越来越来 现在更烂 然后柯文哲怎么回答 柯文哲说 哎呀内湖交通没救了啦 那你做了 你那时候 挂品牌保证 然后等你要卸任的时候 没有救了 那你这是什么市长啊 摆烂了 他就是一路这样啊 社子岛不用讲 社子岛现在 跟柯文哲 2014年 现在2023年 去看 一模一样 每天都爱吹牛 他是毫无行为能力 毫无执行力的人啊 我欢迎各位朋友 来挑战我 大家来检验 他们现在逼蒋婉兰兰说 你要兑现 八年五万 八年五万户是柯文哲的证件 要蒋婉兰兰来兑现啊 各位 怎么好意思啊 是不是 怎么好意思 台湾民众党的议员 在市议会要求 蒋婉兰兰要兑现 柯文哲的八年五万户 真好笑啊 各位 我讲都是唬烂 这种唬烂 你有时候看 在台湾的政治 比比皆是 所以等一下习小心来 他们会讲 台湾一个政治 一个网路 一个媒体 这样的情况 他们要讲 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我是先依告 等一下 我们 十二点半 会有 一个精彩的对话 但是 我实在要跟我们很多朋友讲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台湾 因为嫌疾非常的热 大家光看这几天的新闻 不是郭台铭 就是侯友宜 对不对 不是郭台铭 就是侯友宜啊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党内出嫌 他征召的构成 有一个 类似党内出嫌 大家就讲 哎呀会谁出来 那当然前天就是侯友宜吧 那侯友宜出来 大家把 这个看作说 可以推倒 民进党的一个力量 能够推倒民进党 国民党是唯一的机会 不用讲 对不对 当然不可能在柯文哲 那 为什么大家对侯友宜有期待 也有一些人对郭台铭有期待 就是这样 就觉得说 只要国民党 最后征召的这个人来 他是唯一有这个机会的 其他人 其他党都没有机会 所以他就要变成说 这个人能不能让我们幸福 大家觉得说 那就在你的领导下 这个 这个险战才好打 那我过去跑选举新闻 对这一东西当然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但是 你想想看 其实在台湾 你没有像民党这么恶劣 他所有资源握在手上 他用国家的钱来打他的险战 你看这几天 英国前首相 特拉斯来了 蔡英文今天上午 不要接见了吗 对不对 哇 就他开始讲 我们要对台湾应该怎么样 台湾 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怎么样 哇 讲了活灵活现 那你当首相的时候 你又怎么不这样 特拉斯你当首相时候 就应该跟中华民国建交啊 你讲的不是鬼话吗 为什么要讲鬼话 因为你们台湾 你们台湾给我钱啊 所以我就来啊 我觉得讲你们要听的话 各位你懂了吧 我前几天 跟翟神 跟他同台啊 因为我 大家记得翟神来我节目 我有时候上他节目 朱学恒啊 那我有一天跟他在TUPS同台 我讲说 人家说你支持郭台平 他说没有啦 那是 因为他请我去嘛 我说单纯请你去 他当然要钱啊 是当然 你要请他去演讲嘛 请他去帮你组织嘛 那我讲这个 就是有些人啊 你逼近去 为什么 我当做 因为我也要有收入 很多人讲 小董你没有去中国大陆演讲过 有啊 我就靠讲话 才有收入的啊 这我的工作啊 我过去当记者写新闻啊 那我现在评论新闻啊 那有些地方我不收钱啊 我简单讲就是这样 我看我kimochi啊 对不对 那基本上 我们是这样收钱的 就你开计程车 你今天kimochi 哎我今天载到小董 好开心哦 董哥我不收你钱 那是你 你自己愿意 对不对 那有时候 可能开车是个台独 看到我 这个家伙 故意跟你绕路 也有可能啊 对不对 不喜欢你 但是 但是人是自由的嘛 那你 但是自由归自由 有个东西 你还是要有收入 要赚钱啊 要不然你怎么养家糊口 我三餐要吃什么 对不对 一定会有的 所以我们这个都不怪 那特拉斯 因为台湾给我钱 所以我要讲这些话 特拉斯就这样 当英国首相当四十几天 那大家可以看 所以蓬佩奥 川普的 国务卿 他也来台湾 他来 蔡文好高兴 哇 要做现场直播 结果那天大停电 大停电 不敢播啊 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一定骂 都大停电了 你还在做直播 你没看到 人民的痛苦吗 一定会这样 所以不敢播 而且蓬佩奥要来的时候 被联合报独家 萧美晴写了一用信 给外交部说 蓬佩奥是要来推销 他的公司了 叫台湾 我们政府把退伍基金 公教人员退伍基金 劳工 劳工的 退休金 这几千亿几千亿 拿给他的公司去操作 怎么可能 他再三要求 还到我们美国的代表处 一再的要求 所以萧美晴偷偷写了一用信 说这封信要转给蔡总统 知道他的意图 所以蓬佩奥还没来台湾的时候 快到的时候 这个消息就被曝光 这封信就被公布了 一公布发现 你这个家伙太可恶了吧 我的棺材本让你去玩 太可耻了吧 所以 所以他就 吓得陡在他的饭店 金内饭店 本来要开记者会 要表示 都支持台湾 所以美国应该支持 应该承认台湾 哇 要跟我们建交 那你当国务卿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建交 你有机会啊 你手上有机会 你不做 现在卸任的 才在讲漂亮的话 特斯拉 蓬佩奥 不是就这样吗 各位我讲 就是一个公道的话 对不对 今天 这些火力的政客 出来讲多漂亮的话 都是假的 因为你人 你曾经有这个权利 你为什么不做 我讲你曾经有这个权利啊 你英国 跟中华民国建交 你当首相就可以宣布了 蓬佩奥也可以啊 你说美国政府 应该承认台湾 你也可以啊 因为你是国务卿 国务卿在美国 是相当于外交部长啊 对不对 你是川普的爱将啊 你就宣布啊 美国跟中华民国建交啊 你们什么都不做 然后退休以后来这边 捞钱 对不对 因为民进党也在捞 啊你们也在捞 那台湾 台湾的老百姓 那我要回到议题了 这七年你够得好吗 你这个不好啊 物价整那么高 薪水没有比较多啊 对不对 物价 物价都涨两成左右吧 是啊 房价涨百分之二十五啊 你现在吃的包子没有比较小吗 对不对 你的早餐 没有变贵吗 过去五十块之内吃个早餐 不成问题 现在要去哪里吃啊 我前几天经过顶年 吃个豆浆 加个烧饼有一条六十块 都已经算很便宜了 各位朋友 是不是 现在都要六七十块一个早餐 过去 我们午餐晚餐正餐才会吃六七十块 那你现在这个涨价了 你钱就收水了 可是民进党在捞 他很有钱 他不怕 收水没怕 对不对 他们不怕 那些外国政客也在捞 那我们台湾人要过什么日子 我们要缴税啊 各位朋友 五月底要缴税啊 在提醒你 缴税好让民进党去贪污啊 去捞钱啊 不是吗 你们钱是这样用的啊 你们不会 越增加越大 人越用越多 都是不用任用资格 就像 数位部啊 对不对 数位部 每个人 如果照他平均啊 每个人一年用上千万啊 他的预算两百多亿耶 各位朋友 他们 唐红是部长 次长 那李怀仁啊 到立法院站着打瞌睡啊 站着打瞌睡 委员问什么不知道 部长唐红 委员问他 说啊你怎么回答 报告委员 我正在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呢 没有 你怎么问他 他就是这一句话 他说报告委员 我在回答你问题 这种人有家教吗 这种人 傲慢 他认为 我智商比科屁高啊 智商一八级啊 你们这些人我都藐视啊 你看这种民进党 为什么我每天骂他畜生党 民进党其实 罢畜生党都在侮辱畜生 疫情下山岸 你拿我怎么样 反正台湾人支持我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在节目上 我每天指责台湾人 忘恩忽义 恩将仇报 你不晓得今天台湾 我们曾经的龙井 是谁创造的 蒋介石 蒋经国 本来就是啊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肯用人啊 蒋经国懂科技吗 他不懂啊 他怎么会懂科技 李国鼎懂啊 蒋经国知道什么是经济吗 不懂啊 可是孙玉贤跟赵耀东懂啊 对不对 李达海懂啊 是啊 用对人就好啊 对不对 你看 我们将来 台湾需要一个怎么样的领导人 你说 我有一 不懂两岸 台湾懂两岸的人 人才都在国民党 民进党那些 三脚猫 程度比我还差 每天都在硬拷 在节目上 我们顶他一记 他讲不出话来 真的就是这样 我在 我又立营的节目 来宾跟主持人我都认识 我打电话去说我要去上你们节目 我不要通告会 找我去 你找什么来宾来我都不怕 不敢啊 为什么因为我们太熟了 随便问两记打两记 你答不出来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铁证如山 小董为什么这么嚣张 因为我看破 看见你们啊 你们这些 过去跟我一起在跑新闻 你当我的面你敢这样讲 你还要不要脸 我一定当场呛你 你去扶一些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本来就是没有什么水准了 一听 哇好爽哦 哇 这个是你看 这个过去在国民党那边当将军 哇他都这样讲 他讲东西 他是他是卖主求聋 你一听了也很爽 对不对 然后再找几个外审的名嘴 连台语都不会讲 来台湾六七十年都不会讲 哇国民党都烂 哎呀 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哇我听了 哇你赢的人听了好爽哦 你不假如这些人就是 台湾的特斯拉 特拉斯 是台湾的蓬佩奥 他们是因为看在钱的分上 各位懂了吧 这些人都在看钱的分上啊 哪有什么国格 人格没有 好谢谢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形成 好 ok 好是 从哪里开始 我们从柯小姐开始 是谢谢柯小姐 柯小姐从惠利宾给我抖内 非常感谢柯小姐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柯小姐非常感谢 然后温申晃 谢谢温申晃 温申晃 小心得低 董哥喝水 他已经帮小 小心那个 然后宋炳龙 谢炳龙 炳龙没有留言 但是给我 大大的支持 还有爱丽科斯 谢爱丽科斯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还有 竹竹 竹竹 你来的 道行律师 七周年 没有错 这个民进党 德文 德文 德文你从美国给我抖内 大大的一笔 非常感谢 看到 他看到了 赖金德在台大 在政大 最近 王家在讲 他很有感觉 那我们再看 那个陈邦法人 他从新加坡 抖内我 他说董哥不可能 是没有错 他因为我刚刚讲说 我去立营的电视台 还要挑衅嘛 然后 林明贤 谢谢明贤 非常感谢 明贤 董哥喝水 然后陆丁仰 陆丁仰 骗子 人骗多久是 傻子决定了 看到民调支持 是 立营G7前面之阵 还有事成 恐怕明年 大小姐的817 也会被突破 是没有错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 是 叶律师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来了 Hiro Yoshi从日本 给我一个大拇指 很感谢 然后 Chen Viki 他从新加坡过来 他要董哥 记得喝水 2024年下架民进党 有希望吗 有 有希望啊 当然有 然后洪阿花 感谢阿花 谢谢 谢谢 我们很多朋友 躲内 是 待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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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导演这边请 可能麦克风要换一下 要换一下 没来 你要小心啊 没到 快到了 好 没关系 谢谢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哦 好 来 欢迎好朋友 好 各位朋友 好 其实虽然天气 好 变了 大家都希望变天啊 好 就像周天晚上 好 突然大雷雨 好 然后惊醒了 好 你和我 好 大地一声雷嘛 好 但是没关系 好 你心里首想 要全力去做就会达成 我们今天啊 很高兴 请到 全民大集团 谢练祖 那 练祖兄啊 其实大家 应该文明已久 他的 有些讽刺的 或一些技 都让人家觉得 不只会心一笑 会觉得开心 有时候 哈哈大笑 就是这副模样 那大家知道 那 那个习小军还没到 小军当然 当然常跟我一起在上节目 那我们 今天就要讲 全民大集团 他的 丞相启丰了 嗯 哦 那这个是很 很叫做的 要介绍一下 很惨的 哈哈哈 怎么怎么会很惨 哎呃 丞相启丰呢 是全民大剧团 我们 2021年 推出的作品 对 然后那时候会推出之前 是因为我们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做了一个短片叫做 中央流行疫情中心 义是艺术的义 对对对 然后我们是 要讲说我们表演 艺术圈的一些状况 但是那个时代呢 那个时候呢 只能 顺时钟 不能逆时钟 对 可是我们剧团 连逆时钟都没有 我们连模仿 陈时钟都没有 我们是模仿 陈时钟的 弟弟 就我们请 洪独拉斯来模仿 那其实我们最主要是 希望能够让 呃 社会大众能够理解说 啊我们表演艺术圈的一些 艰困 然后哪些团还在演出 哪些团还在努力卖票 只是这样子 起心动念是如此 然后希望带 带给大家在紧张的气氛当中 有点欢乐 那我们那个时候前四集 我们第一集一出来 就马上进热搜 嗯 点阅率破百万 因为大家太闷了 对又 就就每天都在那个很紧张的气氛 那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们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记者会开完之后 忽然间风向整个大转 前面夸奖我们的 现在都开始骂我们 已经骂得一塌糊涂 我们剧团 粉砖正常的时候就是 没什么人来嘛 大概就一两千人的浏览 那到那时候网军来打我们的时候 一次来十五万人士 剧团都傻眼 因为我们只是 我们又不是政党 我们只是普通的 艺人团体而已 平常也没什么 太多人关注 那打到后来真的 你会怀疑人生 想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疫情是不是我们造成的 对 可是仔细想想 我们只是做一件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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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就算我们有错了 有需要这样子吗 对 后来我们就真的就很认真去找 有操作网军的朋友 我说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你们这才刚开始 现在只是文字攻击 待会就有梗图出来了 我说真的吗 果然梗图就出来了 对 那我们后来说怎么办 我说我有办法打回去吗 说你打不回去 那个查IP就知道打你的人 他们钱太多了 你们绝对不可能赢的 我说 蛤 那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 那后来 当时就很惨 所以艺人也不敢来演了 对就退出 后来我们就只好 演了六集就停下来 然后隔天就是敦目舰队回来 所有网军全部走掉了 我们这次杀眼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很无聊 就去 那个 总统那边的粉砖看 就发现 哎 原来网军通通都到那边去了 那时候还想说 哦 原来真的有网军操作这一件事情啊 所以我们才开始想说 哦 画悲愤为力量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作品叫做 成像起风了就想说哦 在网路当中 有人在带风向 可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 不清楚他操作的手法 或者觉得说 哎 这件事情离我很遥远 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 我又没有做政治啊 我就 就实实在在做人 我们剧团也没有碰政治 我们也是实实在在在做创作 但不小心被你沾上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掌声欢迎 徐晓希 对啊 那 练组你再讲 是 那我们这一次呢 呃 特别 在操作上面呢 因为我们刚好有个演员不能来 所以呢 我们就找 巧欣来担任那一个角色 那跟平常大家看到的绝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平常巧欣都是非常强悍的 尤其面对网军 但在这系里面呢 他要唱歌 他要跳舞 他要被霸凌 哈哈哈 所以对他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我们当初就想说 我们问问看 因为知道巧欣非常忙 然后没想到他就一听到 他只听到说 这是跟网军议题有关系的 他就说好 我要参加 然后我们说 那我们就约哪边碰面 然后他说约好了 我说那你几个人来 哦他单枪匹马就来了 我们说他我们来定schedule 他说好来 他就直接滑手机 我说你都没有助理吗 说没有都我自己来 说哇 哇真是太凶悍了 所以我们觉得说 在这个作品既然讲网军 我们一定要找网军 非常非常的专家 对 非常熟悉的 我也算是他们的好朋友了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大家 听刚刚炼主在讲 你你如果 忘了那件事情哦 那时候就是 因为大家很闷 那时候疫情这这段期间 嗯 那陈时中被塑造成成 成为一个神啊 嗯 民调九十四耶 所以你可以看那个时候 那但是大家很闷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从 好 网路或怎么样可以 或者机场里面可以看到一些 让大家开心一点 哦 那大家知道 这几年在做一些事情 王伟宗先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对不对 哦 那伟宗哥 哦 大家知道 全民大奔沟 那大家看了很开心 哦 那全民大集团 当然 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含义 大家如果忘了那个时候 你只要Google 雅虎说行 我们那时候 哦 跟他开个玩笑 叫陈左中 招惊啦 哦 这个你完蛋了啦 就被出征了 就被出征了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继续 所以重要疫情指挥中心 哦 其实 哦 那个时候当然 全民不分党派都挺他 因为一起 一起团结在政府的旗帜下来防疫 哦 开始这样 后来慢慢发现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 到更后来发现说 原来还有人在阻挡疫苗 你看我跟巧新的好友 嗯 阿亮今天上午宣布 退党 不干了 今天最大新闻 我为什么要退党 民进党阻挡疫苗 我实在 拦你 当他的党员 那金子 结交不出二言 他说这样 他就是从那时候阻挡疫苗 而且看到说要用台湾 独立的那个要去跟人家签约 你自己找麻烦嘛 那所以哦 我们今天看到了 哦 全民大集团哦 哎 巧新你怎么会参议那么多 哈哈哈 你你来讲 他超他超认真来排气 我听到要是一个网军的演出哦 是抓网军那我当然就答应了嘛 因为我觉得呢 这个找出民进党的网军也算是我工作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网军尤其在疫情期间造成太多人的伤害了 很多时候你只要跟现在的执政党政府你的意见不一样 就到处被出征 而且呢不是只有政治人物哦 明星艺人拉拉队太多了 而且呢也不只有当时全民大集团我还记得有那个什么 徐小可他们有没有 哇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模仿 那网路上全部都攻击他 还有过去呢这个范伟奇他就骂这个苏贞昌是高官 其他也没讲错 哎结果也被出征到每一个人都躲起来很害怕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很多人以为说他被这个一个人讲你不好 讲你不对你可能还觉得说哪有我没有错 可是当然有一百个一千个两千个都灌进来的时候 一般人真的第一次碰到觉得说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 但其实没有他背后可能就是机器人的账号 然后呢用一个人假扮成一百个两百个五百个 就是要给你压力让你不敢讲话 那这种言论自由的钳制 我觉得我是很不能接受的 那我是在这方面是比较有勇气站出来 可是我希望让更多民众知道说网军他会带给我们社会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他可以做正面的事也可以做负面的事 但是我们最近所看到的在尤其在政治上面 好像都是负面的居多 所以我们希望让民众可以了解网军对于社会的一些影响 那透过舞台剧可能可以接触到一些不同的这个群众 那我们就希望让大家 未来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不要因为有人在网路上面文字键盘侠骂你 哇你就觉得好难过哦 你可以坚强起来 那想想看今天自己真的有做错什么事吗 还是说那只是所谓躲在荧幕背后的人他后面有一股力量 刻意对你进行的攻击 对啊 因为巧琴是非常有勇气 而且他是挺身而战 在国民党算很特殊啊 那算很特殊 但你不能写他半夜不睡觉躲在健康 他真的就是这样 非常认真非常记忆 爬梳很多各种资料 这个你要把他列出来 而且铁证如山 这个是很难的你知道吗 譬如说最近的诈骗集团他就列出来 哎呀郑文燦有跟他合照照片拿出来你有什么话讲 然后陈欧珀 陈欧珀 陈欧珀两次三次 就如今确实被证明他的金主就是这个 他连车子都登记在人家诈骗集团名下 陈欧珀还好于是选嘛 民进党还提他选立委之外 过去提名他好几次选宜兰县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有多讲民进党就很气啊 但民进党他敢这样是因为他养了很多网金 这个网金无奸不吹的部队 他们过去认为这样 那也藏在我留言板 所以我小董 我每次讲我不要跟畜生计较 民进党是个畜生党 我就要跟他计较了 那今天看到 当然有人我们其实生活上很多东西是应该哭手的很 很开心政治也应该是这样 因为这几年很多政治的记忆或怎么样 我们看到灰心一下即使他立场 或者他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在整个 这种架构下大家都能够采取宽容的 就是你自我解采后怎么样 所以我有些朋友还跑第一眼 我说就气啊没关系啊 他说叫我演了角色我不适应 那我说人生本来就有各种角色啊 但是你要坚持的自己立场 就是我们要活得开心 但是我们也要有是非有正义 这是必然的 那那时候 那炼祖兄你那时候是怎么会想说来编这个 你那时候真的被打得太惨了 所以你是被网金打才想说网金带风向来个起风 对所以因为很多人会看到说那个网军你不要理他就好了 那网路上面的事情 但是像我们的员工去邮局的时候 他们去记信就被邮局的员工骂 他说因为信封上面有全民大剧团 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子骂陈时中部长 我说他说没有那你有不去看我们拍的那个影片 他说没有啊媒体这样报导 我们就这样这样说啊 就会认为我们是有问题的 那时候也有媒体来打电话问我说 你们这样报有有医生觉得不好 我说是哪位医生 他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人不能让你知道 那隔天就是一届大反弹 我就觉得当网军跟媒体互相交错这样进攻的时候 你真的非常可怕 那你旁边的人都会跟你讲说你不要闹了 然后没有人敢支持你 为什么呢 有人去帮你留言的话他就会被打 对所以我朋友说他只写个全民大剧团加油 他的手机就一直响 就是说你们干嘛去支持这个烂团体 那就是让疫情好像更糟一样 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就变连按赞 连家人都会受到攻击 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对啊 其实你有时候看 我们台湾的网军横行霸道到怎么样 到日本害死一个处长 就是这个已经判出来了一个 大家记得那时候民进党的网军 那当然啦 网军非常可恶 要怎么来对付他是另一个话题 但是这个记事一定要看 因为我们有广播 有有有有 哇 但是我们现在网路还在播 还在播 对 他们当时然后被就是攻击到他们还 有些人还难过落泪 你看 对啊 因为太难过了 对啊 因为搞不清楚这种状况 其实真的做错这么多事情吗 不是 因为我们经过好几个总统的年代 过去不管谁知道马航九执政 我们也是这样消遣他怎么 不会有事啊 对不对 那阿扁时代也还好啊 就是说那时候韦军哥他们在做 他最多只说要换TVBS换总经理而已 但是你哭手他怎么样都没什么关系啊 那时候 对 苏贞昌今天能够那么红 还不是郭子杰假扮他那时候 穹穹穹那时候弄出来 因为第一集我有气嘛 然后韦军哥说你要来那时候 那时候在一个地下室录影 我都有影响 啊郭子杰说 诶董哥我等一下办那个你要捧场 我说我会大力鼓掌 然后他上来 啾啾啾啾 太好笑了 后来苏贞昌才这样红起来了 你知道吗 其实啊在这个 呃蔡英文上任之前的政治是可以很幽默 而且是可以常常就是算一下这个政治人物 比方说马英九谁没骂过 政治过去陈水扁什么的也可以 但是一直到啊 我自己个人感觉是蔡英文他 当总统之后慢慢开始 哇越来越严格 然后有这个网军之后 大家开始对政治 对执政党 好像你笑他一下 你嘲讽他一下 哇你就被出真 那我就感觉到 越来越少的艺人愿意 或敢于开政治人物玩笑 对因为现在这次人物有很多爪牙 非常可怕 要非常小心 对 不过你越退让 他就越得寸进尺 诶没错 真是这样 小心要麻烦你们 麻烦你再往下一点点 好OK 好 欢迎小董特新话 今天很高兴 请来我们全民大集团 炼祖兄 还有小青 小青要下去演 是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 对 你平常听他 可能我们一起在上 政论节目讲的东西很开心 可是你要看他下去演 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我是演被霸凌的人 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 对啊 那你有时间去排练吗 有我就是晚上的时候 我们尽量都把时间排出来 可以去排列 他真的是非常专心 在处理这件事情 他直接就定出来的时候 他就完全配合 然后一次就排四个小时 然后呃 教唱老师也教过了 然后舞蹈老师也来了 然后表演老师也有 就是全方位的在 重新雕塑这一个人 让他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 大家看哦 这是另外一个样子的徐小青 有一次啊 我们在政论节目上 然后在录反应画面还没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那边记那个舞蹈动作 然后伟漢柯他还写纸条给我 问我说 诶你在干嘛 我说我在准备 晚上等下要去排练 那我教你一个咪 你就是把你要写的那个人 因为现在都我们网路抓下来 那像郭子田 小郭他 因为我有时候跟他在画张作旁边 我就看他一边看一边 一边比划 他太太帮他录下来 他说你这动作不错 所以他模仿那个人 声音当然是一个 手的动作什么什么 那他就一直看 一直在反护那个 所以我说 哇原来人家成功是有认真的 他谁勾台评写 陈定来什么都 微笑微笑 那大家讲说 哇是怎么样 其实是努力的啦 那喜小青的努力 沈鹿 说他下一次可以选总统 我们不是直显立委 等我四十岁以后好不好 那但是其实 人生每个阶段都要努力啦 但是也要开心 你发现现在政治很闷 然后过去还可以有些东西 可以模仿来强调 现在变成能人筋肉寒蝉 为什么叫成像起风你知道吗 当然大家知道诸葛一样 赤壁之战的那种典故 可是在台湾现在很多东西都被风向所带 你看我今天看一个咖啡店的老板出来道歉说 我不开了 为什么被网金为小 那当然他自己也做错事 我在讲说现在台湾他变成 网路他你看了 觉得说好像很多人都在骂我 我干脆怎么样 但是可能骂你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化妆五百个不同账号 然后就一群人就出来 他带了风向 所以你一个平常的人一看 哇这边有五百个人骂他 我肯定骂他也没错 这个就是风向 然后大家就下去就变成五万人 十万人就慢慢增加 这个就是网金的厉害 那在选举里面 这个太厉害了 2014年柯文哲是民进党帮他操作网金 成功的你知道吗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全民大技团里面 我们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幽默的一些 那练组是你自己编辑 对 等于说 因为都是亲身经历 所以编起来速度还蛮快的 对 那我们这次也邀请了其他很棒的演员 比如说 金钟奖得主有 汤志伟 林晨熙 对 然后还有剧场 百变的偶像凯尔 然后等于说他们 我们就讲一家网军如何开始成立 那网军里面通常有什么样的成员 因为我们当时真的去访问 真正操作网军的朋友 说他们那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 他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他们 我说你们那种要是对打的 你们彼此要是碰面的话 会不会仇人相见 分外掩 他说完全不会 大家就是做生意嘛 他们就是 傭兵概念就是赚钱 以钱为主 所以他说 有时候我的小编 写的不太好 我还会请他说 推荐到 敌对阵营的人去帮忙写 然后 就 他那个世界真的蛮奇怪 我说那你们网军最怕什么 对 他说网军最怕被抓 其实被抓就是别扛 那巧欣也抓过 对 那个抓就会曝光 整个翻盘 2022年的这个大选 到最后 达到最后的时候 去抓出了 后来我告了一百零几个人 然后呢 这些就是当时在网络上抹黑我们 说我们要用狗仔去跟拍陈时中 然后我们就一连串到警局提告 然后全部 记录下他们的这些身份 然后现在都还在开庭当中 哇真 真高兴啊 因为我平常是被网军80到那个 我只是因为不跟出声计较的原则 所以那个 那大家一定要看这部 成像起风了 对 那我们 刚刚把我们的那个放在留言板上 各位朋友 那链主你要不要再介绍一下 我们演出的时间是6月 6月3号 6月4号 6月3号是礼拜六 有下午场跟晚上场 那礼拜 然后演出的地点是在台北国家剧院 那我们这个戏还有巡回 然后巡回在不同的场地呢 会有不同的人来饰演被霸凌的那个主角 对比如说各位是民众党的欢迎就到新竹去看 或是民进党的可以到台中去看 如果是五党籍的可以到高雄去看 我们各党派都有 这样的布局就知道说我们巨团 还是非常怕网军的 但是我觉得敢碰网军这个议题 在议文界说真的已经很少了 这也是那时候我听到就马上答应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呢 有人竟然敢做网军这个议题 那这根本就是呢 很多网军就虎视眈眈 就想说你们这个趣事想要怎么对付我们 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 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们也应该要 尽一份心力让更多人知道网军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那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留言板上或者你自己到那个去搜寻 全民大集团他的演出的时间跟地点 那这个戏其实跟我们整个社会上的情况很像 而且我们现在政治很热 政治很热 网军就是发财的好机会 真的就是这个时候出来 生意很好 生意很好 很多一般行销的案子他们都不接了 对 对就专心做选举的 对啊 因为政治是最好赚钱的 你看那天碰到 我有一个网友啊 他们就留言说 他们之前在找那个公关公司 要帮他们的这个公司里面去做一些操作的时候 就找了那个行销公司 就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空接你的案子 你不知道现在是选举 我们很忙吗 真的 所以 对啊 其实台湾靠选举发财的人很多 那靠政治民进党赚最多 因为执政以后钱都在他手上 这真的是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们 其实在台湾你要活得开心啊 有时候 有时候实在看这政治看了很烦 那听我节目很多人说很下饭很抗问 其实也不一定健康 我讲真的 因为我每天 只擦没有吗 三字筋 我每天 畜生那个垃圾总统擦英文什么 大家听了 我每天出去真的碰到一些朋友说 哇小董听你真解气 解气好像问题没有解决 没关系 但是我们那个一个方式的解气就是 要开心啊 是是是 那我觉得开心其实是很重要 因为 你可以知道 然后台湾很多问题是出在政治 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 所以我在节目上常签 你们一定要去投票 这票不要放弃 为什么 因为你不去投 对方的人一定会去投 你知道吗 那这个就是 会影响到整个险阱 那当然啦 小心这一次 挑大梁其实不容易 搞不好演得太好 人家会叫他说 你干脆不要险 哈哈哈哈 就去演啦 没那么夸张 对啊 那我们其实 一定要把这个戏 再好好的介绍一下 台北高雄新竹台中 各有一个 一个代表的人啦 对 像巧新是国民党嘛 是 然后也有五党籍的 黄杰 他高雄 对 那新竹当然高黄安的大本营啊 不用讲 那台中台中民进党 是 所以我们 让每个大家都平均 你也 你也不要到网路上又说 又代表怎么样怎么样 对 我们只是希望 把这个戏把它推广出去 他就是全民嘛 是 那大家也知道 全民 我们那时候 李涛先生在做 2100全民开奖 王伟宗就说 那很好 我们也来做一个 2100全民乱奖 哈哈哈哈 那时候最红的人邱毅 我们也找一个人来演邱毅 演得活灵活现 对不对 所以什么人都有 那时候 心灵节目最好的就是 我们的 教授 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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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每天晚上都要在家里看这个节目 新海楼盘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不管生活的 心灵上的 或者政治上的 我们都有各种苦手 那推广店主要什么 要讲的 我希望 借由这样的作品 其实 对于被 网路霸凌的人而言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是 呃 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能支持他 刚才其实讲到那个日本外交官 后来就是 想不开 那其实是在很伤心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们巨团当初在 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至少还有彼此互相扶持 确认一下 哎我这样做应该还可以吧 应该没有到 罪不致辞吧 但是 当然如果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很辛苦 那另外一个 他们网军操作还会用 就是同温层的攻击 譬如说 他讲我不好 没有用 他会找别的剧团的人来讲我不好 那是最伤的 对 他就只要找一个 诶意见比较跟他们相同的 来攻击 那我觉得 如果说 大家能够理解网军的操作 其实 如果大家都了解的话 其实就不会那么严重 现在重点是大家不了解 就想说你看 所有人都骂你 你一定是有问题的 你一定要改 你不可以这个样子 那需要透过这样子的作品 我们来抛砖引玉 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支持反网络霸凌的事情 那今天非常感谢 小心要加